一言不合就跳舞,史上整部颜值最高假面骑士,最美假面网友评选是这个。 今天要说说这一部到底假面骑士,这部假面骑士,简直是一言不合就跳舞,打架不如跳舞,恋爱不如跳舞。 不过值得一解的是这部假面骑士的设定,之前的话假面骑士都是单个单个的对打,当然假面骑士龙旗除外,这一部也是有点类似龙旗,其实混产,本来东印公司是想要弄一个假面骑士团的,但是如果都是同一方的话,就有点像是隔壁超级的战队的设定了。 所以就普通的团队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假面骑士这样的一个设定,这部就是假面骑士凯武,凯武的设定是索家水果,然后看名字也是知道,还有武士跟铠甲的元素在里面,还有就是一个战国的元素,而且这一部除了骑士团队以外,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女骑士。 不过剧中女骑士一个一个颜值都是非常不错的,比如小编最爱的女一号,高四五非常的可爱,还有一个假面骑士马瑞克的颜值也是非常高,职业还是办公室OL,还有男主凯武的姐姐,也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郁姐,还有剧场版的假面骑士阿尔恩的扮演者颜田小百合,青春派啊, 还有不得不说的就是假面骑士凯武的男演员们了,主角凯武还好,不算非常的帅气也不算很难看,不过男二号屈文介斗,是非常的皮帅皮帅的,男三舞蹈光时却活脱脱的一个小鲜肉啊,而且还是代表龙这样的一个形态,让人不得不喜欢,还有男四舞蹈跪骨跟一群的反派,一个比一个帅气。 不过在所有的演员中,网友粉丝给出的评价,是给了另外一个骑士,还是最漂亮,让人欲罢不能的骑士,他就是西市高点店的店长,黄远皮埃尔大方索,假面骑士Broadwell传说中的榴莲骑士,一开始是骑士中的佼佼者,而且还是反派,后面成为正义的伙伴, 不过让他荣获这样的评价还是因为他的个性,没有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,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。